當然 現在你看市近期的走勢一定是差的 但是你問我 以一個可能中線一點 例如我看未來的半年 連至九個月 我覺得恒之去到這些位置 老實說以一個長線價值 直營的投資來講 再沽下去的那個直播率就不高了 反而這位市場再坐下去兩萬二左右 到時找位去買一些優質 譬如可能業績好或者政策受惠 或者股值真的跌到很厲害的那些股 反而還有一個直播率 其中為什麼我覺得兩萬二是一個夢要的關口呢 如果你看一個長線一點的趨勢 我講的是2011年 講的是那個低位 大概是2011年低位16,100多 將這個低位連到2016年年初 那個低位18,300多 再連到去去年年初疫情的低位21,100多 將這三個低位連到一條直線 就形成了一個up trend 一個很長線的上升軌 而現在這個up trend的低位 就正正好去到大概兩萬二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一層的市場再索到兩萬二 照計的支持力應該會挺強的 我當不是一下子彈上兩萬八三萬也好 但你由兩萬二開始買 當你買到兩萬五 兩萬六左右 到時沽一些貨或做一個獲利呢 其實都是有一個潛在回報在那裡 是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我覺得大家投資者 有些都看得很淡 我們前幾天收到的問題 是問明年有沒有機會見萬七的 通常我就覺得那個市場比都會這麼差 是的 很多時候當大家陷入一個好方當中 全面是看淡的 很多時候有些比較聰明的基金 或者真的以價值做投資 看股值那些基金 就開始會買回東西 你問過這一層的那些 北上不斷的掃貨 或者你看到這一陣子很多的資金 都開始買回中國的股票的ET 我覺得那些資金就不是傻的 就是他們看那個time frame 就不是只看兩天 一個星期 就是你不是和大家玩短炒的角度 那你可能覺得這些位置真的很便宜 開始要收窄一些貨 但是你收窄來講 是要用一段時間去做的 就是你不會說一天兩天 就買完所有的貨 通常就買到上下 沽一點 等到市場再縮低一點的時候 又有個機會再重新買 所以如果你問我 也是剛剛 近期很多人都全面看淡整個港股 或者整個後市 我覺得反而可以在大家的恐慌當中 找一些投資機會 再預告一次 打開 再次 會 會 開